假如你现在有钱有闲 条件也有什么都充分 你居然不是很愿意第一时间 去把眼睛治好 是的 为什么 现在的话 比如说这五年 这十年了好不好 这十年 有钱有什么都有 对 有时间 除非我真的知道 我从此以后不用再为钱而担心 不然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 因为当我把眼睛治好之后 如果真的那么轻 也是说得很简单 如果真的这么容易治好 我很多东西要重新开始学 好像仿佛好像回到一个婴孩 婴孩的时候一样 因为我不会写字 我虽然懂得 比如说颜色的分类 我虽然懂这些 可是好像 比如说肢体语言 还是什么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懂 完全就是要重新开始学 那个对你来说 应该是一个蛮人恐惧的事情 对就 当然不比你们说一夜之间变忙 那个还恐怖 当然那个更恐怖 可是一夜之间 如果我眼睛复原 我也是很怕 我可以跟你讲 我想我会尽量地去装忙 继续装忙 对对我就想说 你不如把它治好 然后再用两块布把它绑起来 不可能的啦 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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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跟你讲骗不了的 这个伟廉常常也有让人这个特别 可爱的地方 非常可爱的地方 包括它有八个字 你说要 不活太老 不死太早 对对对 再解释一下吧 这是 不要活得太老 也不要死得太早了 我觉得就是 就是中间就好了 活得太老对你来说也是个负担 对 就是活太久的话 我觉得活得太老 如果是健康的老还好 如果是很多病的老还不好 我觉得就是刚刚好最好了 那你不是现在就去吃穿了吗 那现在我觉得还 还是有点太早 太早了 太早 对 它下面四个字就是这样 我就不愿意提到这个字 因为我就是不要让那些想看我 怎么死的人看我 看到我死 有没有 别想这些东西 现在坐在你面前就有两位你的歌迷 谢谢 一个叫全一凤 一个叫国良 好 谢谢 全一凤说每次他就 一见到你 就一定要让你不断地重复表演一首歌 对 每一首歌 你先讲一讲理由跟歌迷 对对对 理由 OK 我今天记得什么歌吗 对 记得 什么歌 就是这个吴家铭老师唱的那个 我的生活在这里 吴角鸡的这个 吴角鸡 你看一副你的年龄真的 其实不是我大家公开 你为什么喜欢吴角鸡 虽然我采认这是好听的歌 不是因为新加坡两位我非常崇拜的 梁文福跟这个吴家铭老师 然后这首歌特别有新加坡道地的味道 那当然 尤其由陈伟连唱出来 吴家铭老师都点名 他唱的是最像他 而且由过制而不及 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唱 所以他每次讲我唱得好 然后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重庆有一样的共同点 就是我们这种人啊 泪线不容易控制 我只要一听到尾廉唱歌 我眼泪就流 来纸巾准备来 我已经准备很多次了 我觉得我现在唱得你会流 因为我现在会 我现在的心情是处于比较开心的 你刚刚唱小微我都要受不了了 是吗 好好好 我就尽量唱好一点了 我尽量 也有感情了好不好 我尽量 我好久没听你唱歌了 我先做得轻松一点 对对对 一条路上 穿越多少户家庭 一双云鸡 眼泪和欢笑 编辑我的成长 喜怒和哀乐 奉扑我的生命 一声招呼 翻起多少个微笑 一个关怀 温暖多少个心房 梦热心地无交集 我的生活在这里 我的生活在这里 谢谢北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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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